大公報 上月信差回落21% 2015年7月14日中國經濟 B01大公報信 記者危危神上海報導 海關的數據顯示 上半年中國貿易信差2632.47億美元 較去年上半年擴大1.5倍 其中 6月當月貿易信差465.4億美元 較5月信差594.9億美元回落21.7% 分析稱 儘管6月貿易信差有所減少 但當月信差規模仍在高位運行 伴隨柴匯的流入 預計內地流動性將或改善 短期人民幣匯率要維持穩定 5月份高企的貿易信差很大程度 與當月進口增速負增長並大幅低於出口有關 由於預期的外貿數據對人民幣匯率影響不大 昨日人民幣對美元積期匯價微升8個基點或0.01% 收盤價報6.2092元 全日在6.2080至6.2095元的區間上落 人民幣短期要維穩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 劉鶴志指出 相對高企的貿易信差對人民匯率形成新的升值壓力 6月貿易信差有所回落緩和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他預計美元指數的繼續動盪盤整態勢 及內地經濟運行的續佔企穩 有利於未來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鑑於本周時上半年內地經濟數據發佈窗口期 部分指標的低迷惑對人民幣匯率構成利空 預計本月人民幣匯率總體將繼續維穩 劉鶴志並稱 從管理層角度看,人民幣的貶值不利於內地產業升級 且容易增加資本外流壓力 者均不利於人民幣加入SDR和推動國際化 預計今年全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將維持穩定 即其匯率則將呈現階段性升值和貶值交替的架局 崇銀策略分析師赤靚吞也同意人民幣不會貶值 他指出,隨為穩人民幣匯率以促使人民幣被納入SDR外 他相信,以貶值貨幣來提振企業信心思高風險之舉 且而引發外國資金的撤出,從而導致更大的問題 他並指出,中國央行在股市大跌期間穩守人民幣中間價在6.11至6.12範圍 此舉抑制了市場的不堪情緒